各位親愛的主公大家好 欢迎收看逆转三国专层影片 阿珍的逆转 我是主公们今天的讲解员小阿珍 今天要为主公们讲解的是逆转三国的一些进阶操作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讲到的是武将转身 通过转身可以让武将进化 转身后武将外观变化 等级变为1 心急提升 所有基础属性产生变化 部分武将技或主将技也将产生变化 在武将强化时 融合拥有相同技能的武将进行强化 将有一定几率提升技能等级 融合相同的武将或者是某种道具 可以达到能力的突破 接着为您讲解的是援军系统 援军中包含有军和异军两种援军 选择有军可发动有军主将技 选择异军则不可发动主将技 我们以赵云为例 赵云的主将技是当受到致死攻击时 有高几率生还 我们可以看到 当赵云作为有军参战时 主将技生效 当赵云作为异军参战时 则没有这个效果 本期的最后 阿珍要来告诉主攻们元宝的用途 在战场中死亡后 可以花费六个元宝进行复活 消耗六个元宝 也可以将体力回满 或扩充五个武将难位 而消耗三十个元宝 可以进行一次的潜降 获得各种稀有武将的几率大幅平升 所以元宝可以说是个非常实用的好东西哦 今天的进阶消学 就先为主攻们介绍到这里啦 主攻们 新技能都了解了吗 让我们一起去游戏中体验一下吧